大家好,今天的话题是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如何读这个食物营养标签 我叫Angela,是美国认证的健康生酮和间歇性禁食教练 在豆豆厨房这个频道,我们除了会分享日常低碳生酮美食之外 我们也会分享健康生酮和间歇性禁食的常识 还有很多健康的资讯,欢迎你订阅点赞 让更多朋友都得到健康的信息 开始进入生酮饮食之前,我们要回家做一个功课 这个功课就是将家里过往买回的零食分两类 第一类就是多糖高碳,第二类就是小糖小碳 当然,高糖高碳的,希望你不要再吃了 今天我们来看看如何读这个食物营养表 学完之后就可以决定到底要不要保留你家里的零食 当我们去看一个我们买回的食物 它的营养成分健不健康呢? 我们要看六样东西 第一,我们就要计算淨碳水 就是用总碳水减食物纤维,就是静碳水 英文叫做Net Carbohydrate 像这个我以前经常买的 第一,我们要看的是淨碳水 它的糖分是零,总碳水 Total Carbohydrate是19克,食物纤维少于1克 淨碳水等于总碳水减食物纤维,这个淨碳水基本上就是19克 第二,我们要看的是份量和总份量 份量,Serving Size 即是51个饼,它的淨碳水我们知道是19克 总份量,Servings per container 即是一包里面有6个份量 如果你一次吃完一包,即是你吃了6份 6份等于19克乘6,等于114克淨碳水 好像这么高碳水的零食 我们首先要处理它,扔掉它 或者把它送给你最讨厌的人 当我们进行生酮饮食的时候 我们每天的淨碳水就要控制到50克至20克之间 有些人身层代謝比较好些 可以吃到50克也可以生酮 有些人身层代謝不太好 要吃到20克或者更低才可以进入生酮的状态 第三,我们要检查成分 ingredients 看看有什么隐藏的糖 hidden sugar 因为生产商有时可以不计隐藏的糖为sugar 隐藏的糖有很多个名字 它可能会叫蜜牙糖糊蒸 糊蒸 葡萄糖 高果糖玉米糖浆 蜜牙糖 这些隐藏的糖比糖本身的升糖指数更高 在很多的加工食品里面都会有 除了我们要注意糖和碳水之外 我们还要看看油和脂肪的来源 所以第四,我们要注意看看有没有反式脂肪 trans fat 反式脂肪如果吃得过多 就会引起胰岛素阻抗 造成中风、心脏病、糖尿病 其实在2015年 FDA 美国的食物和药物管理局 已经将反式脂肪定为不健康的油脂 但是呢 如果在包装里面 每个份量 即serving size 其中的trans fat 是少过0.5克 即是如果是0.4克 0.3克 生产商可以在标签上写trans fat 是0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我们可以在材料表查一下 有没有这种轻化物的东西 有就不要买 第五,我们要注意一下 成份里面有没有植物油 例如菜油、粟米油、油菜籽油、豆油 和其他种籽油 在很多所谓的健康食物里面 都可能会有这些油 这些油不单止 多数是gmo 而且复含Omega 6 我们的身体里面 如果Omega 6太多的话 会造成很多健康的问题 当然啦 第六,我们就要查一下 食物里面有没有gmo的成份 即是有没有基因改造的成份 虽然进入生酮状态之后 我们是不需要零食的 不过在进入这个状态之前 我们可能也会有时真的很肚饿 所以为免我们去找一些高炭水的东西 我们就在家里准备一些 生酮可以吃的零食 通常为了保险起见 我会准备一些没有添加味道的果仁 有些是黑巧克力 大概是85%或以上的 最好 还有就是生酮可以吃的梅果 例如是士多啤梨 藍莓、黑莓 都是很好 如果你想知道 生酮有什么食物可以吃 要煮什么菜 你可以在下面找一个连结 是我们之前录制的 很多生酮低碳的美食 多谢你今天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请你点赞、留言和转发 让更多朋友都得到健康的信息 愿神都祝福你